来这一集咱们讲一下啊 就新手刚入门 刚来怎么做这个股票 从哪儿入手 你打开行情 我是这样的 无论多急 先看一眼大盘 也就是上海和深圳的指数 这是它的K线图 看一眼它的分时图 描一下当前大局是什么样 那分时图呢具体怎么看呢 像这种结合前天大仗 昨天嘚瑟 高伟音 这个呢 这么大盘子 目前它不会一下上去的 你看这下午还得下来 下下不多 这是我对它一个预测 现在是12点56分 看一眼两边的大盘走势 那么下一步干什么呢 通常现在国内的是涨幅网 上海涨幅网是简洁的快捷键是61 打一下61 好 回排行 那么大概从名称上也能看出这股是干什么的 看这干什么呢 看一下这个今天的风向 今天的潮流 今天是哪些板块 哪些概念股在涨 包括它的价位 高价股还是低价股中价股 描一下北方系统 杭州结白 这是百货 还原典礼 证券 金融 魏通 有几个还是国企大盘的 天龙 再往下一看 从名称上看呢 都是后期不涨股居多 转商有一些还在延续 继续在涨 那今天总体说呢 没有什么潮流 啊 那么看这涨幅网呢 还有一个怎么看法注意啊 现在是 我看啊 不包括新股在内 那么前这些打着白点的 注意我的手标 注意我的手标位置 这些都已经没有卖出价了 没人卖了 说明已经给买到涨停板了啊 那么 这才勉强一篇 对吧 这有一个 这有一个 还有人在卖 勉强一篇才 那说明今天的市场不是很强啊 如果你一看这涨幅网 他一下两篇了 一篇 两篇 都是涨停板的 那你今天可以胆子大一点 追个什么补涨的呀 或者你印象当中的苗子呀 那或者你就 生硬的追个涨停板 这也是一种打法啊 在他要封板的一瞬间去买它 不封板还不买啊 期待第二天高开 甚至于再练垃垃圾个板 这是一种赌博的方法了啊 而且还得瞬间判断 什么量比啊 成交量多少啊 没比手术啊 等等等等啊 各方方面面 任何以后讲到任何技巧啊 都不能就一个指标 一个方的就去下单了 那那肯定是不对的啊 至少得三种吧 三种东西去印证它 才能操作 这刚才说了 先看一眼大盘 再看涨幅榜 然后呢 最好呢 再看一下涨幅榜 今天都是什么人在跌 来咱们看一下 像这个 ST 自然是亏损的 要摘牌的烂股 对吧 那自然在跌 这个是强势调整的跌 那这是一路就下跌 新人ST 这说不定就要摘牌的啊 不要碰 新人不要碰 这个也是一个 怎么说呢 这只股票就是 紧随指数的股票啊 它这大盘怎么样 它就怎么样 像这也是紧随指数 应该是三分之二以上的股票 都是紧随指数啊 或者叫紧随大盘 看一下 这上头呢 没有什么 太特别的这个潮流 也看不出什么潮流啊 通常大涨之后 是一种分化 没什么潮流啊 个股分化 再过两天 不知道长哪 长哪劈去了啊 这就靠个人 这个靠个人 这个嗅觉了 好 就这点事 先说到这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